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逢星期三想搞的 Shall We Talk 請來 2R Race 聊天 他回到新加坡結婚生孩子 和做生意後 好久不見了 最近來香港開會和見朋友 他和姐姐Rosen 和一個妹妹 在馬來西亞貧窮家庭出生 然後父母去到新加坡定居 兩姐妹00年代來香港發展 組成二人女子組合2R 出碟拍戲和拍過青春劇四葉草 原來她們最初兩次被經理人欺騙 家長自小家貧搬過三十多次屋 令她特別喜歡做樓房買賣的生意 她現在是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老闆 2016年與商人David結婚 有一女一兒才由她童年不斷搬家說起 我們是馬來西亞出生的 我爸爸媽媽都是貧窮的家長大 其實我們去到差不多我七歲 我們才是全家人住在同一間屋 我爸爸媽媽就找些爭議做去新加坡 因為我們那個鄉下是叫Trynganu 很接近摩摩茶那裡 那裡是沒有什麼發展的 如果我們的姐妹在那裡長大 其實是沒有什麼前途的 然後我爸爸媽媽就想我們有好一點的未來 就拼命做事 把我們搬去新加坡 但搬去新加坡都不是那麼直接 全家人移民 首先她帶了我和我姐姐兩個 那時候我是五歲的 那爸爸媽媽就發現 其實她沒有時間照顧我們兩個 就把我和我姐姐放在兩個不同人的家裡 即是不是親戚的 即是那些叫做Guardian 好像看護那樣 他們家裡都有自己的子女 爸爸媽媽給他們錢每個月照顧我們 那我六歲那一年就是 然後其中一個家裡這樣住了一年 姐姐又去另一家屋住了一年 然後我七歲那一年 終於爸爸媽媽又突破了 就是賺了一些錢 然後買了一間condo 那我將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還住在馬來西亞的 那麼多年 她自己一個人 在另一個看護的家裡住了那麼多年 然後三姐妹和爸爸媽媽 就住在我們第一間在新加坡的屋 但是那個屋 譬如好像是一個dream house 我還記得住是十五樓的 是最頂樓的 譬如我現在都不是很老 我已經搬了三十次屋了 是很誇張的 那麼由七歲到十六歲 我們就搬了很多次很多次 每次都是爸爸可以賺到少少錢 他就說我們可以住好一點 那麼一需要錢做生意 就搬小一點 我們其實和我們家人的經濟環境 和那個global的 譬如97有沒有錢 大家 那麼起起落落很多次的 我們姊妹幫爸爸媽媽做得最多的 就是做這個曬相鋪 你知不知Konica 以前是有菲林的 那麼我們可以曬相 用菲林曬相 那麼我們做了生意 做了十幾年的 那麼我爸爸在新加坡 有很多間店 跟著我們的姊妹 就每個星期天都去過店幫忙 那其實我和姐姐呢 從小到大很喜歡唱K 但是呢 其實我們是沒有join choir 或者沒有真的training做歌手 也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歌唱比賽 因為都很害羞的嘛 那麼我們在香港見到就覺得 咦 可以參加喔 因為在香港衰了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你上台唱歌 沒有人認識你的 就是沒有朋友在那裡 那麼我就這樣參加 參加個比賽 跟著姐姐就拿了貴軍 我就拿了追街外營獎 其實那個參加那個過程都幾好 幾好玩 是叫做一級班少女 歌唱大木雜 那名很長啊 跟著就認識了電台的人 就認識了這些娛樂圈的人 他們都說 你們兩姐妹不如來香港唱歌吧 那時候我十六歲而已 那我爸爸媽媽當然說 不行啦 十六歲這麼小 被人騙了怎麼辦 當然是很失望的 算了算了算了回去讀書 跟著就那些香港的經理人 就一直找我們 那我去到十九歲我就說 哎呀給我們去做歌手啦 因為做歌手 你不可以25歲才開始的嘛 已經老了 我們有個經理人 就叫我們來香港發展做歌手 跟著我們就把 我們有些cash 就放在他那裡的 那麼他都簽了一個租約 在香港給我們兩個住 有一天有人遞信給我們 那我們看的信就說 你們沒有交租要搬了 一定要逼 即是七天內 逼遷了 七天內要搬了 收拾東西的時候呢 我媽媽就打電話過來 她說女兒啊怎麼樣 好嗎 她說好 想起都想走 我一說好 我就爆眼淚 我們就跟媽媽說 媽媽呀真是對不起啦 我們真是太幼稚 為什麼會來香港做歌手呢 現在我們搬收拾東西 我們就搬回新加坡啦 Sorry 幸好我媽媽呢 是一個非常之大量 和很支持的媽媽 她就說 嗯 她說其實不是的 你在香港也沒有浪費時間的 你也有學到一些廣東話 我們欠人家十萬租 她說 你是不是很嚇壞 我們十九歲 欠人家十萬租 她就說 OK 她說不要緊 我會寄錢過去 給你 當我們還了人呢 我們就找一個小一點的地方搬去 跟著媽媽就說 其實不如我們賣樓吧 不賣樓啊 她說 反正你也要在香港住很久 我們不如買樓吧 我們這麼小 當然覺得 好啊 如果可以買樓便更好 她說 行了 我回去賺錢 那我就買了樓了 要多少錢 那時候要九百萬 那時候呢 新加坡的兌換率是4.2 所以都要二百多萬波子 媽媽當時有錢的 父母已經賺錢了 不然都不能送我們去外國讀書 又可以讓我們來香港 好了 這個就搞定了 簽了第二個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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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人 原本就說 這個人其實在娛樂圈都挺好的 挺紅的 他可以幫到你 跟著呢 我們就去了很多唱片公司試音 試音的時候 這麼幸運就簽了環球唱片 唱片公司就說 不是因為我們不肯幫你出唱片 是因為你的經理人呢 那邊有問題 我們經理人又有什麼問題 你經理人呢 現在轉了去另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呢 跟你們有關係 所以他不可以代表你們 出去幫你接任何的工作 第二個不好的經理人呢 就是當然 獅子開大口 現在這兩個女兒 試了一些廣告 好像挺好名氣 如果你要買斷合約 你就要付XX的錢 環球唱片公司說 怎樣 你們要自己付錢 還是怎樣 我說我們哪有錢 我說不如唱片公司幫我們付錢 接著我們再慢慢還回唱片公司 就是這樣 那錢多大 我覺得 其實就是六位數字 一開始我覺得是四葉草的電視劇 沒有想過自己可以cast到電視劇 因為我記得我的環球唱片同事 帶我去TVB casting的時候 她就說 你不要想了 你一定做不到的 你知道嗎 這些女主角那些 肯定是那些大的唱片公司 他們有些談了一些事情 不會是你的 接著你廣東話又不懂 你一定cast不到 我說不要緊了 試一下而已 是不是 我都很用心去casting 因為我背了一些東西 接著在家裡連下連下 到最後選了我做女主角 哇 真的嚇倒了 知道嗎 第一部電影 死亡寫真 都是那個彭氏兄弟 cast了很多次 接著 公司也說 唉 你不要想了 人家剛剛拍了李心潔 拿了獎 你不要想了 怎麼知道我又cast了 好啊 那我就去cast周星馳的新力壁 都是一樣 那個casting真的很奇怪 星爺就在那裡 他就說 嗯 你去卸妝 洗臉 然後洗手間是沒有卸妝的東西的 但其實我那時候很小 我的妝都很淡很淡 他拿了那些什麼BB油 或者什麼濕紙巾 然後慢慢打掃 張開尾妝 把妝都擦都擦 CPA 那個casting很奇怪 一會兒又叫你唱乙 Eh 粵劇 現在叫我唱 那都不會唱 一會兒又打功夫 aliens 叩靜 我真氣 發生什麼事 一會兒又太開心 倫兒之後 ativos 每幾秒就是叫你轉成這樣 同一件事 卡完之後 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唱片公司就說 嗯 看看吧 看看行不行 每年如果可以中到生力碑的廣告 會很紅的 每年都有一個很紅的 我就說 好了 好了 希望中了 怎知道又中了 跟周星馳排了廣告 那是第一次就馬上上了 不知道哪一個八卦雜誌的封面 二R兩姐妹出過碟 拍過戲 十幾年前 姐姐Rosanne嫁給牙醫 留港生兒子定居 妹妹Race就入過金融界 2012年 回新加坡做房地產生意 亦都是當地嫁人和生了一女一兒 我爸爸都是經常說 家裡你去到一個年紀 你都要找老公結婚生兒子 我看到太多一些很紅的明星 其實他們錯過了這個結婚生兒子的時間 其實很難 到一個階段我都認為自己想學其他東西的 就說我要slow down 不要做artist 那我就去讀書 去讀一個master of business 因為我之前還沒讀完大學 因為我十九歲就過來 那我一直都有一個 覺得自己有一個缺陷 有一個在金融的前輩 他就做金融非常之成功 他就說 Race 你有沒有興趣做金融 那我就說 我不認識的 那我就說學 那我說 好啊 試一下 那又去做了兩年 那在那裏就 我又讀書 又要考牌 要考那個證券的牌 SEC 的 差不多每個星期我都在那裏考試 我的 role是 幫那個公司做marketing 還有做很多翻譯 將很多的中文的research report 翻譯去英文 出了好那些flyer brochure 那些 還有傳給客戶的資料看 我做那份工 都是做到那些頭髮都掉了 每天你5點起床 聽完所有的新聞 開車上班 接著7點半你就開始開會 開完會你就要讀很多research 看全世界的報紙 接著就要update你所有的client 香港market是9點開 但其實都是premarket 9點半才正式開 去到4點 4點完之後 你已經差不多想半死那一刻了 做了年半之後 我就其實開始又再考Fx 因為我planning去另外一間證券行做事 那個又是interview 起碼五個round的interview 因為它就說這個是我們公司的A team來的 如果你進入這個團隊 你就非常之好 因為他們的performance 非常之好 你不用結婚生兒子了 你是不是想一輩子住在香港 但爸爸媽媽在新加坡 你姐姐已經嫁了去香港 你不想回來 那我聽他們這樣說 我突然間又是這樣醒一醒 你根本現在做房地產 你應該跟著它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東西學 那我們就開了一間公司 叫做Anhill Realtors 我們就拿了一些project來做 我們其實拿一些project來做 我們買得非常之好 就是一間project 我們可以買百多間單位 我們搞一個平台 做一個app 讓別人可以自己投資上去 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一個social enterprise 很快其實三四個月 我就已經變成新加坡No.1的這個平台 當你很多的客人在上面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問你 你有沒有agent的服務 你有沒有按揭 有沒有律師 有沒有什麼服務 我們就慢慢每年加了不同的服務上去 去到現在我們的平台 已經是一個一站式 我們就差不多一年前 開始準備這個美國上市 整個process都脫了很多頭髮 其實現在在美國上市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上市的時候 其實做了新加坡今年第一間 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接著又不經意創造了一個美國歷史 就是第一間由女生創業的地產網絡平台 在美國上市 是一個record 剛好我們上市的時候是三月 三月是一個woman's history month 那說回女生的事情 你什麼時候結婚了 2016年 其實我創業那一年 我結婚的 然後我2017年生女 所以其實我創業這七年 我都幾產生的 又結婚了 又生了兩個嬰兒 又有一個公司 所以都幾開心 兒子是哪一年出生的 兒子是2021年 那說一下你的家庭 你怎麼認識你的丈夫 我的丈夫呢 其實我是透過朋友認識的 她是一個香港的朋友的朋友 我們回去新加坡做事的時候 她是好像招呼我們 她多大 她幾歲 她大我十九歲 所以我就說 最初我沒有想過 我會和她拍拖 她很蠻蠻的 是啊 所以我是 其實我以前 是覺得 我沒有可能 會和她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才做朋友 兩年才拍拖 我覺得我怎麼會 跟一個大我這麼多年的人 在一起呢 那好不好呢 帶你這麼多 很好 很好啊 很好啊 其實我們感情很好 她又非常之 呵護我 非常照顧我 好啊 譬如我來香港 她會幫我訂機票 然後幫我準備港幣 幫我準備 那車 今天早上很早 準備那個司機 請我去機場 然後我打算 我來到香港 我就會搭機鐵 或者搭的士 她就發問 這個司機會選擇你的 其實我不需要她安排 因為其實香港很熟 但是她就是 一個很照顧人的人 很細心 很寂寞 是啊 她很疼我 其實她很想和我來的 這次 但是我說 其實我根本沒有時間 我天天都忙 你在家看著那些小朋友好些 不然那些小朋友 我爸爸媽媽就這樣出埠 上個星期 我又去了菲律賓一個星期 所以我說 你陪多些小朋友 如果不是 爸爸媽媽經常不在家 就是 老公都很鼓勵你去創業 做很多生意 去發展自己 career 其實當然她是 她經常跟我說 我最希望你可以多些在家 多些陪我 多些看小朋友 但是呢 你要做什麼我都會支持你的 是啊 她就是一個這麼好 她就是 她愛我 或者她愛小朋友 是怎麼回答呢 你開心是最重要 就是 我開心是最重要 或者小朋友開心是最重要 而不是她開心 她是一個很giving的人 所以雖然她很希望 我多些時間陪她 但是她會知道 我是有自己的東西要追求的 那女兒有沒有兒子 有沒有媽媽 我都想你多些在家 會的 好像我的兒子 現在兩歲 但是都很聰明 他一看到我化妝 他就會 拜拜媽媽 拜拜 他已經習慣了跟我說拜拜 就是一年前 每次看到我走 他會哭的 因為我生他的時候 是lockdown COVID 然後我又餵母乳 買了七個月 所以他跟我很親密 所以總是要媽媽 總是要媽媽 一旦沒有lockdown 全部回公司 會遭到她都哭的 搞到我好像很傷心 我要出去上班 但是現在她說 拜拜媽媽 愛你 我已經訓練好了 然後我女兒 我會出發的時候 我就跟她Facetime Videocall Whatsapp Videocall 跟Race做這個訪問 聽她由當年 姐妹花組合2R 一路發展下來 是一些光迷心目中的長髮女神 原來她的事業心 是這麼強的 今天事業和家庭 兩方面都努力當中 最後想問她 假如被她約個人坐下 聊聊天 會約誰呢 我會約我的媽媽 說起她我也有些 因為我的媽媽 從小看到我們長大 然後看到我去香港 從香港回來 以前做事上上落落 拍拖上上落落 去到2014年 我和現在的老公 剛剛拍拖 我的媽媽就過世了 所以她沒有看到我結婚 又沒有看到我生兩個小朋友 所以我想跟她說 我現在很好 不用擔心我了 我的媽媽是一個很難搞的人 她的人很挑剔 然後要求很高 所以她的所有小朋友 都受不了她 不肯和她一起住 唯一是我的媽媽 我媽媽的人非常好 唯一她可以忍我的媽媽 所以我媽媽一直和我的家 住了二十三十年 所以她看到我從小到大 然後她最疼愛的人是我 以前她最疼愛的人 她最疼愛的男孫 然後跟我們住了這麼多年 她才發現我們三姊妹很乖 然後她和我父母 兩個最疼愛的人就是我 所以我要跟我的媽媽說 我現在很好 然後有兩個小朋友 老公又對我非常之好 唉 她終於可以放心了 不用擔心我了 小朋友 我來看她 我現在要是你的媽媽 她是你的媽媽 我現在要給你 小朋友 好賞 我現在是我的媽媽 我走過 那我看她 我走過 你我走過